好,首先简介一下我们会学些什么 这个大家看过的,周汉出的那段字 我们的目标是很明确的,是学一些和音响有关的知识和控制的技巧 还有我们会学习如何成为崇拜里面的音响控制员 因为我们做音响和在外面开公司做音响是不同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侍奉,所以有些地方是心态上你要留意的 还有希望可以促进到敬拜队和音响控制员之间的沟通 因为你音响控制,最直接影响到的就是敬拜队 那时间大家知道了,逢星期日下午 那这个是个日子,那我们有一天很特别的就是11月6日 11月6日我们会和敬拜队一起上课 那天的内容呢,那天是敬拜队集队,会和他们一起上课 那内容上就会讲一下怎样和敬拜队去配搭 以及一些设计的流程是怎样的 那不过你照理上课就可以了,其实没分别的 就是对于大家来上课就没分别的,不过会多人的意思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outline了 那我们会学9课书 那今天呢,我们会学3课书的 那一些basic的知识,首先是关于侍奉上的东西 什么音响侍奉,接下来会讲一下什么叫声音 就是有什么特性你需要知道 还有会讲桌面上这一堆线的 那我们就会认识一下不同的线和他们的插头是什么 那之后会讲一下麦,讲一下Effecter,效果器 那会讲一下喇叭,再下一堂就集队那一天 就会讲敬拜队和音响员之间的配合 还有音响setup的流程,那最后呢,我就会讲mixer 就是好像很复杂的这一件东西了 那这一件呢,可能会讲一堂或一堂半的 那不够时间就移到27号那天都会讲一点 那27号就会有一个实习的环节 给大家动手去设计一个音响的 就是这样 不知道没想到,遲些才算 那刚才的outline其实是在做什么呢 那我们认识一下这个音响系统 你就会明白那个flow是怎么样 那我们首先会学一下 这个就是声音的来源 人声或者乐器 那这个就不是我们控制范围里面的 那但是呢,当它进入了我们的音响系统之后呢 就是透过咪,那人声就用咪 或者乐器就用一条线搏住它 那就会进入了我们的音响系统 那这个就是我们输入的部分 那声音的来源 那然后就会经过一个混音器或者效果器 那这个就是处理一些声音 就是教一些大小声啊 或者高中低音啊 那些音色是怎么样的 那就是这个部分来的 那这个部分呢,就 我想是最复杂的 因为其他这些其实都是搏线的 就是你挤得入就对了 挤不入就不对 其实很简单的 那接着呢,就会去到喇叭的部分 那上面这个图呢 我都不太知道什么来的 那就和那些电路有关 那这个其实我们不用理的 不过你知道是有电流的放大就可以了 那然后就会透过一个喇叭去输出了 那这个是一个喇叭来的 嗯,好 那所以整个flow呢 就是学书入,处理和输出 那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音响系统 那这个简介就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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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